李甄秀他人在哪裡上班 他當然在黃國昌辦公室當實習生啊 要講一定講黃國昌嘛 對不對 我覺得其他立委辦公室也要趕快學 但你們已經講慢了 因為你們講慢了 所以別人不會信你 但他第一個講人家信 對不對 其他的辦公室這個實習生也可以這樣說 但他要幹嘛 他是要鞏固自己 我覺得很重要的是為什麼 大家認識李甄秀是什麼時候才開始認識的 我們在前幾個月才發現 其實他的新聞是從警政的新聞開始揭露一個專訪 大家才發現說 民眾黨不分區裡面有宗沛 居然是排第15的李甄秀 我們之前都忘忽略了他你知道嗎 我們之前想說徐甄英走了換了一個麥玉甄 怎麼突然間驚嚇有一個李甄秀 顯長一個李甄秀 原因很簡單 因為我跟你講 主張要廢掉陸委會的李甄秀 對 新聞出來我覺得是這樣 他要提醒大家 就是記得喔 國昌你要記得喔 他很委婉的轉了一個彎 提醒他的老闆說 兩年一任的事情要履約啊 你不下來大家都不下來 我就沒機會上去了嘛 對不對 那這個國昌啊 到底有沒有要當黨主席 如果我是李甄秀 當然推國昌啊 因為黃國昌需要政治舞台 如果剛瑞依照瑞德哥講的 哎呦 去這個新竹沒希望 對不對 然後呢 去新北 看到王毅川笑這麼開心 一定有炸 那他能去哪 他想待立法院 那怎麼待 那兩年條款一定要能夠處理嘛 那現在沒有辦法處理的話 那他的這個政治舞台要去哪裡 當然就是黨主席嘛 所以李甄秀啊 就給他的一個舞台 就說這個如果柯文哲啊 嫁崩的話 會有一個宣 這個指令就出來了 可能這個柯文哲想要由黃國昌來繼位 大概是這個邏輯啊 但是講到這裡啊 我覺得他的邏輯就是說 如果黃國昌去當了黨主席 那黃國昌就有他的政治的地位了 他不需要再去戀戰這個立法委員的位子 那麼李甄秀就有機會排上去了 黃國昌最近其實在表中 因為一一二九柯文哲主席請假的日子 即將到到期了 這個黃國昌直接講了 我支持他繼續這個請假 沒有錯 沒有想到呢 一手支持另外一手 在他這邊實習過的這個 民眾哪部分區提名人李甄秀 講了這一段話 讓大家有很多想像的空間 因為呢 那麼一定要立表中心的人 才有機會是接班人 如果你已經想說 我可以 如果主席怎樣的話 我一定扛起大任 一奸單盡古今仇 那這樣的人對不對 打地鼠誰先出頭 誰當出頭鳥 就第一個先打下去了 所以黃國昌 腦袋還是聰明的 就像江和樹嗆聲的 沒有錯 誰不支持主席繼續請教 我就要把名單公布出來 隔天就說 如果黃國昌的話 我願意我可以 還是什麼 江和樹 我也沒聽聽就算了 民眾黨怎麼都專門包牌 說話 第一天說到這樣 主席 唯一主席 誰敢怎麼樣 第二天說黃國昌的話 我可以 那麼事實上 民眾黨部分區提名人 李甄秀 上個禮拜也是我們討論的焦點 然後四月份 柯文哲在一場党職的相關的會議裡面 有提到 如果健康有問題的話 就由黃國昌來接主席 各位 你現在什麼話不說 什麼事件不說 你這時候突然跟我們說這關話 你還在那裡 還在黃國昌那裡 有沒有 來做工作就對了 做著力就對了 他特別是他在黃國昌的辦公室實行的 沒有錯 而且以為他的大腸筋 還會砍身體 人家說要避嫌 你知道嗎 還有一個搞清楚 讓柯文哲主席 說的是 如果我的健康有狀況 請問柯文哲他健康有狀況嗎 沒有 他還剃光頭 你知道嗎 對不對 健康沒有問題 他還剃光頭 對不對 還可以不要戴眼鏡 對不對 孫龍活虎 他什麼時候健康有問題 他有一段時間 白頭髮還不見得變了黑頭髮 表示他健康很好 健康沒有狀況 為什麼要說這個 由黃國昌接 所以這幾句話說健康有狀況 如果萬一有狀況 萬一就有很多想像空間 但他說的是健康有狀況 此時此刻你突然去說這個 你不是替你的現在的立委的主人 你的這個等於說 那個幫黃國昌鋪一個梗 那譽主說黃國昌OK 柯文哲認定 他認為他OK 黃國昌聰明 所以永黃的勢力就出來了 對沒錯 那表示有一股 永黃的勢力 為什麼 你不要以為整個民眾黨裡面 都是永黃 錯 民眾黨小小的一個黨 裡面 繃紛離析 分了一大堆派系 蔡碧如的黃珊珊的黃國昌的 一大堆就對了 不要忘記還有人喊出說 陳佩琪黨母要直接代理這個黨主席 還有這樣講法 當然不可能 因為代理黨主席必須要是前後任的 當過中央委員就對了 那黃國昌跳囉 這時候棒打出頭 說我可以 這個人就滾下去 對不對 那所以他怎麼喊 他出局活動說 目前黨主席就是柯文哲 大家把工作做好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的黨主席現在 弱難在台北看守所 所以我們要 巴拉巴拉巴拉 他說柯粉聽 他自己本身是沖粉 沖粉就對了 要現在說柯粉聽 他這時候如果曝光說 我就可以選對不對 我就應該扛起來 這時候他就對了 馬上再見了 所以你就知道 他現在說黃國昌說 柯文哲手腳被綁 嘴巴被縫 說什麼要檢察官提供合法 傳遞途徑 讓民眾黨全體知道主席的想法 莫名其妙 他在諷刺所謂的偵察不公開 媒體一直報就對了 事實沒去 沒去 生就到底是有貪污嗎 有土地嗎 有去拿錢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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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辦法呀 因為主席嘴巴被縫啦 對 沒有錯 他們很想幫他講話 沒辦法呀 我昨天還聽到一個 民眾黨出身的高幹在 怎麼講 接受媒體法案說 他只是醫生 因為醫生看到人家的手 所以才會有這個動作 你是在說什麼啦 對啊 是醫生不不可以拿錢 我說坦白的 不分男女老幼 沒有經過允許 沒有 都不能違反其意願 跟討伐人家的手就對了 那個是把賣中醫啦 告訴你 如果你是偷摸鍾小平 我也會譴責 你知道嗎 你還經過鍾小平同意 就是這樣 你還不能違反其意願嘛 你不能說他女是怎樣 你是醫生 他是什麼 沒關係 任何人都不可以 男女老幼 膚色 人種 都一樣 那麼他這樣說 說有什麼人聽 當然也是說 這個孫子 柯粉聽 他現在討好 眾多的柯粉 鞏固自己的沖粉 然後擴大討好柯粉 不過沒有用 為什麼呢 因為呢 黃國昌的影響力 我說坦白 雖然就算疾病 你討厭柯粉哲 他也沒有跟柯粉哲閉 他沒有跟柯粉哲閉 他沒有跟柯粉哲閉 為什麼呢 柯粉哲你不要看他剃光頭 還是說把眼鏡拿掉 你看過一個人 前面有直播的手機 叫他撞去 那個人會撞去 柯粉哲不會撞去 你知道嗎 他會馬上做什麼動作 你要知道 如果是黃國昌明 直播的手機叫他撞去 他會突然看 全撞去 不知道要怎樣 地球為之靈結 他要有這樣的一個個性 就對了 那當然根據網路溫度計說 柯粉哲還是79.5萬比的這個 等於說這個討論度比 柯粉哲雖然嘴巴被縫了 他還是有討論度 你看看他的聲量 對沒有說 不過我要告訴各位 你不要只看聲量 這個聲量是負面聲量 跟正面聲量 好評兩顆星 兩個合計就對了 那阿姐你不要忘記 發現民眾黨的好評都兩個笑臉 你不要忘記一件事就是說 因為網路還是 柯粉哲靠網路 靠年輕人 賴總統三個笑臉 對啦 所以他的討論度雖然高 沒有效 為什麼 大家都在討論度 在討論說 柯粉哲貪污 柯粉哲有沒有貪污 那兩百萬謝國良是怎麼回事 大家在討論這裡 對吧 那後殼時代到底誰會怎麼樣 我告訴各位 黃珊珊也是很聰明 黃珊珊被停權三年 請問她為什麼被停權三年 不就是為筆假賬爛賬 那時候我記得我在電視上 兩個多月前講 她那筆政治獻金 民眾黨報給監察院 是假戰浪戰 還要罵 他們還直接罵我 你知道嗎 結果後來證實這筆爛賬 這筆假賬到現在兩個多月 都還沒弄好 他們大家都想搶 我講白了都想搶 還有一個 已經發佩邊疆到台中去的蔡壁爐 他就說現階段 柯文哲也有 尊重 黃國昌也是覺得很好的人選 但是如果有需要他的時候 他也一定扛起來 你看 蔡壁爐也這麼說 那也鬆口 這句話也是講 如果有需要他的話 你知道嗎 如果有需要他的話 因為他不是現在的中央委員 但他是前一屆的中央委員 他也可以選 至於黃國昌有沒有機會 選新竹市長 很不好意思的告訴黃國昌 聽說有派助理這邊 跑不知道真的假的 也在新竹跑不知道真的假的 不可能的事情 為什麼呢 因為呢 曲美鳳陪他出來開記者會 是宣明志的兒子宣長友 而其中一場 其中一場啊 那麼這個 曲美鳳罵柯文哲的這個 柯文哲在場的那個地方呢 宣明志也在現場 他一打 四號還打電話給那個曲美鳳 跟他安慰就對了 宣明志不喜歡黃國昌 這新竹人大概都知道 所以他黃國昌去得罪了宣明志 而現在呢 包括昨天 國民黨黨慶的 新竹市的這些 最主要的黨部 大家都站起來 絕對不讓黃國昌來選 為什麼 國民黨不是沒有人 你不要忘記喔 國民黨空前大團結 就是為了圍堵黃國昌 正正前選兩百的立法委員 有沒有 人家都九萬幾票耶 國民黨九萬幾票 國民黨不是沒有人說 為什麼扭你這個 扭你這個 扭你這個黃國昌去之後 萬一 萬一他去了以後呢 到時候所作誰 看看時代力量的結局 國民黨怎麼可能支持這種人呢 台中小草們集結 高舉放人旗幟上街 要替身陷淋雨的黨主席聲援 但等到柯文哲走出看守所那天 民眾黨會不會已經變天 部分區立委提名人李珍秀報 今年四月 柯文哲曾說 若健康出狀況 就是黃國昌接黨主席 置隔一天 雖然李珍秀解釋 時空背景已經不同 但沒否認 柯主席確實曾清點 黃國昌接班 被視為想重回黨核心的蔡壁如 也沒反對 說一切按照制度走 柯說什麼 就算他不在了 也可以照常運作 所以我想這件事情是制度啦 看我們的黨長怎麼講 這頭黃國昌打背琴台 說柯文哲嘴巴被封起來 但蔡壁如倒是拚命幫發言 許美鳳指控柯文哲摸手性遭 蔡壁如這樣解讀 一手打下的民眾黨江山 難道真要易主 蔡壁如口中交給制度決定 有幾分真心 就在時間來證明 為什麼李甄秀 在這個節骨眼透露說 哇 柯文哲有說啊 讓黃國昌來接主席 我們要請這個民眾黨專業戶 來分析一下 他是不是先丟這個梗 再看看黃國昌接不接 其實我要講 就是說李甄秀 他人在哪裡上班 他當然在黃國昌辦公室 當實習生啊 要講一定講黃國昌嘛 對不對 我覺得其他 你以為辦公室也要趕快學 但你們已經講慢了 因為你們講慢了 所以別人不會信你 但他第一個講人家信 對不對 其他的辦公室的 這個實習生也可以這樣說啊 但他要幹嘛 他是要鞏固自己啊 我覺得很重要的是為什麼 大家認識李甄秀 是什麼時候才開始認識的 我們在這個前幾個月才發現 其實他的新聞 是從這個警政的新聞 開始揭露一個專訪 大家才發現說 哇 民眾黨不分區裡面有中沛 居然是排第15的李甄秀 我們之前都忘忽略了他 你知道嗎 我們之前想說 哇 徐珍英走了 換了一個麥玉珍嘛 怎麼突然間驚嚇 有一個李甄秀 潛藏一個李甄秀 原因很簡單 因為你跟妳講 主張要廢掉陸委會的李甄秀 對 新聞出來 我覺得是這樣 他要提醒大家 就是記得喔 國昌你要記得喔 他很委婉地轉了一個彎 提醒他的老闆說 兩年一任的事情要履約啊 你不下來 大家都不下來 我就沒機會上去了嘛 對不對 那這個國昌啊 到底有沒有當黨主席 如果我是李甄秀 當然推國昌啊 因為黃國昌需要政治 政治舞台 如果剛瑞依照瑞德哥講的 哎呦 去這個新竹沒希望 對不對 然後呢 去新北 看到王毅川笑這麼開心 一定有炸 那他能去哪 他想待立法院 那怎麼待 那兩年條款 一定要能夠處理嘛 那現在沒有辦法處理的話 那他的這個政治舞台要去哪裡 當然就是黨主席嘛 所以李甄秀啊 就給他的一個舞台 就說這個如果柯文哲啊 架崩的話 會有一個宣 宣 這個指令就出來了 可能這個柯文哲想要由黃國昌來繼位 大概是這個邏輯啊 但是講到這裡啊 我覺得他的邏輯就是說 如果黃國昌去當了黨主席 那黃國昌就有他的政治的地位了 他不需要再去練戰這個立法委員的位子 那麼李甄秀就有機會排上去了 那我給大家看一下這個排行榜 來 這個李甄秀啊 也就是說現在目前民眾黨是八位嘛 對不對 那八位如果兩年條款一到 就會地補 地補的話呢 就會有到這個第十六位 也就是說 你看蔡春酬啊 王安祥啊 邱惠如啊 陳青龍李甄秀 許忠信都有機會地補上去 這個許忠信 終於可能完成他人生的願望了 好 那我現在問題很有趣 他之前在台中有當過立委吧 有 有 還總召 對 但是一下就沒了 好 重點是什麼呢 重點就是有人說 會不會有一天 李甄秀因為他沒辦法放棄 所謂這個中國的國籍 那你知道嗎 有一個女人 比王毅春還要早進 立法院 王毅春還早進 阿川我要跟你講 那個人是誰 你打圈圈這一位 我跟妳講 李甄秀如果 因為中配的關係 因為他沒辦法放棄國旗 沒有辦法 這一位叫徐瑞希的 不好意思 因為他跟三三不合 退黨 他已經退黨了 陳志涵 哇 哇塞 你們都還在想說他要選什麼區 他不要選啦 對嘛 鄭小萍你還在想說 人家要選哪裡 你還在想說他會選四億耶 直接補上了 他有機會直接補上 我跟大家道歉 我是漱口杯 他是太平洋 對啊 比王毅春 我沒見識沒見識 他比王毅春 他前進到立法院的機率還要高 難怪他說阿飛就是尊重女性 對對對 所以他還是要繼續的捍衛柯文哲 他要繼續的捍衛他就有機會 地補上立法委員 цы 無言 4 4 1 4